他说着用水果刀削开了萝卜 果然是一个心里美大萝卜 淡紫色的萝卜心夹杂着浅白的条纹 白尾削开一半萝卜递给龙飞 白尾津津有味的嚼着 声音细微 嚼得很小心 好像在品尝一件美丽小巧的瓷器 龙飞心里很快活 在这温馨的春夜 与白尾同其与乡间马路的轿车内 真是别有味道 白尾吃完萝卜 用手帕擦了擦嘴 微笑着对龙飞说 我去方便一下 你可不许偷看 龙飞笑着说 嗯 我闭上眼睛 白尾从手包里 夹出一张卫生纸 然后打开车门 滑下脚车 来到右侧的土沟里 悄无声息地蹲下来 龙飞听到一阵 稀稀里里的水声 他的心有点颤抖 心跳过快 一股热血涌了上来 白尾站了起来 龙飞看到一团白乎乎的东西 一闪即逝 白尾钻进了轿车 心情开朗了许多 话也多了起来 白尾眉毛一扬 说道 慈禧西逃到河北一片庄家地 要方便了 贵妃和宫女们围成一圈 慈禧被围在中央 手指是一片玉米叶子 哎 人就是这样 顺其自然 随友而安 哎 我觉得 让人体的自然之泉 倾斜在广袤的土地里 既滋润的大地 又养育了五股杂粮 五股杂粮 又养育了无数的人 循环往复 一致无穷 从低级向高级 不断递进 多没有劲啊